今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进行了抽屑检测 在鬼生活近一个月之后 航天员已经完全适应了失重的环境 此时进行采写是比较稳妥的 三位航天员在微重力环境下相互进行抽屑 保持身体的稳定性是抽屑时较为重要的事项 在采写过程中一名航天员穿刺进针 另一名航天员将针接入抽屑试管 操作熟练配合默契 采写后航天员利用设备仪器对血液样本进行分析 抽出的血液主要是用于常规的血常规 血生化检查以及帮助地面科研人员 对航天员的血红蛋白白细胞肝功能肾功能等进行检测